賢民災族 主席上會 上會就說到 那個張聰害不到人 自己害到自己 給皇帝要他提前推休回鄉下 好 張聰下台了 張聰那幫死黨就個個躲起來變成地下黨 沒有人再敢黏在張聰那裡了 下言就不同了 這回他光榮出獄官服員職 家裡門庭約市來拜訪人不計其騷 什麼唐兄表弟 縣房親戚 童年童伴 舊時的街坊倫理都湧上門來 當然啦 連首富張聰那樣大人都被他推倒 下言此人真是瞭不起 不過 下言始終都保持頭腦清醒 堅持早請示萬匯報 從來沒有搞結黨刑事 所以他就取得嘉靖皇帝的歡心 大不一揮就封他做禮部上司 提升做政部長了 那時候張聰已經退休回鄉下了 不過這個人確實有本事 退休沒多久 皇帝念著他立過大功 又叫他入宮 這幾年來來回回 一會兒退休一會兒又回到入宮 做沒多久又退休 不斷一來一回很多次 一路到嘉靖十四年 張聰那時候才心灰意冷 真真正正執包服走人 十一年前 嘉靖三年 張聰就入宮 那時候秦鳳得意 由小人物做到天下守府 經過十年風雨飄搖 這個大人物又變回小人物收場了 世事多變反覆無常 不礙如此 其實比起其他幾個繼任者 張聰已經十分好彩了 他親手點燃起嘉靖王朝的鬥爭 火焰衝天 燒死很多人了 算他大運 居然沒有燒死他 這這樣的蠢才 水平這麼低的小人物 在波濤洶湧的政治舞台上 居然熬了十多年 可見確確實實 他創造了個奇蹟 頂得這麼久 不過 你說回又說 其實 好像張聰那樣的人 不過是嘉靖皇帝手上一件木頭公仔 嘉靖十五年 皇帝又將夏宴替不為太子太父兼少父 是從一品大官 又加封他做應建大學士 夏宴就成為嘉靖皇帝第二個木頭公仔 夏宴也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 他心甘情願做木頭公仔 他來跟張聰比較 他實在聰明得多 但是官場 就有一件很奇怪的現象 越聰明 夏場就越慘 夏宴是個聰明人 是個好官 他是內閣大學士 工作做得非常好 為人又十分廉潔 做事公正 又不為權貴 確確實實 是個好官 他做行人官的時候 那時候跑爹 小小的官員 他居然提議 要削渣富裕人員 要壓制貪官 他還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那時候這個八品小官夏宴 居然同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張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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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嚇死你了 所以 在宏治正德年間 這個人真是八面威風 沒有人敢碰撞他的 夏宴就偏偏不怕死 那時候 居然尚書皇帝 他告這個張延寧 侵佔百姓的田產 那時候 家政皇帝 連老爸的稱衛都還沒搞得點 哪有心機理你這些皇親國籍的小事 那這個張延寧 是個十分狠毒之人 知道夏宴告他 他正是想辦法收拾夏宴 誰知道他都沒動手 夏宴第二封咒節又遞上來 嘩 比上一封咒節還罵得厲害 張國舅當然更生氣了 不過他也不是很在意的 這個八品芝麻官 說幾句你耐我何得的 誰知道沒來第三封咒節又來 然後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陸續有禮 咦 咦 咦 謀 捨七封就夠了 咦 不是啊 並非說夏宴收手 因為那皇帝呢 見到夏宴鬧得那麼厲害 咬一吸一下牠 就畫了那國舅幾句 國舅快點把田產退回給老百姓 那這件事就了結囉 這個就夏宴最光輝的歷史 当时知满大八品官夏行人居然敢于撞告国口 而且皇帝宁愿得罪国口 都不愿意招认这个小人物夏行人 现在不是夏行人 是夏大学士夏尚书 那就真的除了炎王老爷之外 谁都怕他 夏言又确确实实是个好官的 不贪财干实事不好女色 心系泥文百姓国家舍职 他的才干如果跟杨廷和比 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他的道德操守就比杨廷和高尚多了 嘉靖十五年 他担任了内国首府登上权力的顶峰 在夏言领导之下 大明王朝兴旺发达 清清日上 发展前程十分好 不过 夏言此人 他除了刚正不阿 累累风行之外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他十分廉洁 不但自己不贪污受贵 他对夏属也估计得十分严格 老百姓当然拍手欢呼叫好 但是他手下的大官被他截断了财务 个个个身穷叫苦 恼死夏言 夏言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这个人虽然是不爱钱财 但是他追求权力 他要征服所有的人 他要掌握住他们的命运 来实现自己伟大的抱负 这样也是的 你要承受大业做大事 手中无权 什么都做不成的 但是权力这件事 就十分惨恨 是最危险的 少日不慎 身败名列 死无葬身之地 绝顶聪明的夏言 公正无私的夏首富 在明朝难得的好官 最后居然死在权力斗争中 唉 不过此乃后话了 以后再说 现在说夏言 身为内国首富 已经是天下文官第一人 应该说无人可敌 不过 在权力的顶峰 那里很窄 只能够站一个人 站多一个都不行 现在夏言 正是站在这个顶峰上 谁知呢 有一个人来世凶凶 要跟夏言都争高低 这个人 大家都认识的 就是 郭芬 郭芬 曾经帮张冲手 一起推翻 杨廷和 后来张冲 失势落台 郭芬摇身一变 大力揭发张冲 一轮落井下石 他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保持权位 这个出身名将家庭 祖宗 又跟朱元璋 做亲家的荒门子弟 平时 专做贪污受贵 不见得人的事 这些人 平时又很认识 人缘又很差 头脑又没有 那些灵性的粗人 他又不抵得 眼见着你夏言 由八品的小官升做 从一品的大官 他就不分这口气 你做得首负 我不做得 他就上梭去高夏言 安置夏言就很多罪名 夏言九经战阵 当然不怕你 以写文章来反驳 一时间拳脚交加 你来我往十分热闹 家政皇帝有些围难 一个是朝廷众神 一个是皇亲国戚 双方都逼着要皇帝来表态 皇帝就被他们两个搞到头瘟脑 哎呀没办法 随便找个人来骂 几句 今天非常不幸 找着夏言来骂 那天皇帝刚刚收到夏言一封奏节 看完奏节就立刻召夏言入宫 夏言就想着自己那封奏节 没有提出什么重大问题 不会出什么差错 所以就没什么在意 立刻的入皇宫去见价 谁知道一见面被皇帝大骂一顿 原来你猜又怎样 哎呀 他说夏言写错了个字 写了个别字 那谁人都知道了 为了写错一个字 拉入皇宫大骂一顿 这些人拿来骂的 夏言并非是一个抄写的小职员 他是首富来的 那你写错一个字 你叫进来骂一顿 分明是有意触他鸡脚的嘛 那本来皇帝找大臣来骂 这样就很平常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是不是忍一下颈就算了 那那个夏言死了那边颈 他不服气 他立刻就顶回头 他说神有错 因为近日身体不好 请陛下批准我回家乡养病算了 这些分明是讲晦气的说话而已 皇帝一听又火滚了 好了好了 你不用回去养病了 你走吧 以后不用上班了 梁家的说话讲到绝 讲到尽 报得回头的嘛 夏言就只要暗马底 拿一包袱走人 对了 刚刚准备离开京城 突然间有人又折着他 你不用走了 皇上就吩咐要你留在朝廷 原来又出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就由个武定后 郭勋引出来的了 那夏言被皇帝赶出京城 郭勋当然十分高兴 谁知道呢 他高兴了就惹出一件大事 皇帝将一件重要的事交代给郭勋 和他左刀御史 左刀御史叫做王建相 就吩咐他两个 即刻说这件事 那位王建相呢 是大文豪来的 是明朝十分有名的前七子之一 又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 这个才子 文章写得非常好 但是办公的能力就麻麻到极了 他将皇帝吩咐他做的事 就劈了一边四十几天 都没有下文 郭勋就更加没谱 甚至调一堆望都不望 好了 皇帝等了这么久 都没有动静就发火了 就下圣子追究责任 那大文豪就精点 的确认错 保交份工作报告 知郭勋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哪条根 他不单于没有认错 反而写了一封咒词给皇上 本来大家都是亲戚上头 这件事又不是什么 很了不起的错 影句错 那就是不了了之 算数 郭勋这个蠢人 又不懂做 他那份奏哲 并没有写错字 比夏言那封好些 但是奏哲的内容 皇帝一看 拍案大闹 你猜那封就是怎么写呢 他说 这些小事 你皇帝何必这么认真 要专门下令 来追究得 这些小事 什么多余的 卡正皇帝变得受你这口感的气 立即就召唤入宫 大闹一餐 同时就召唤下言回来恢复原职 不让郭勋管这么多东西 郭勋失宗了 平日坏事做尽 朝中大臣 个个都恨之入骨 见到他倒台 纷纷上书告状 看白这个郭勋 大难难逃 怎么知道 你说他这人蠢 办事又没能力 但是我见风使你 花言考语都还有一套本事 见到来头不对 他就撞出一副可怜相 眼泪鼻涕得出来了 去皇帝面前认错求情 皇帝到底年轻 见到自己的亲戚 这么可怜地认错 哎呀 好了好了 算了 望开一面 就批准他 就回回乡下 让老 谁知道 这个时候下言回来了 在下言眼中 这个郭勋 不单止是自己死对头 而且他跟张聪不同 张聪也不是好人 但是无论怎么说 张聪还是天天上班 做多少事 这个郭勋 不学无术 又懒 什么都不做 整天就此西来都横行 霸道 什么都左手左脚 这种人 纯粹是政治垃圾来的 下言就下狠心 一条将这堆垃圾清除出去 下言就找了他一个门生 当时是一个员官 当时是一个员官 吸氏中来的 名叫高氏 下言就跟他商量 怎样来到清除这堆垃圾 他想出个什么办法呢 欲知后事如何 期待下午 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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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